接着我们继续讲解基本句型3是VT极物动词的 前面讲过的是不极物动词 现在开始进入极物动词 极物动词就是涉及到其他事物的动词 也就是说这个动词本身一定要牵扯另外一个东西 这叫极物 其后需要加受词 这个极物它牵扯出来的那个东西 我们就称之为受词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可是受词有很多 第一组可能是名词或代名词 第二个牵扯出来可能是动作 那动作就会用不定词 用to加动词的这个写法 或者是动名词加ing的写法 这是属于动作性的 这个是属于名词或者是代名词 不太一样 第三个是属于事情的 这叫名词指句 他会用later开始 或者是wh的what啦 混啦 who啦 坏啦 然后再接主持动词 所以他牵扯出来的这个受词 大致有三大方向 好 这是观念的问题 不过老师要提醒同学 前面讲过的是补语 补语通常都是形容词 它是来讲主词的 所以跟主词你会看出来有密切的关联 你看生气就是讲老板 保持安静就是讲你要保持安静 好 这个又鸡又渴就是讲他 很清楚你内容一下就看得出来 这个是讲主词 叫主词补语 可是这个地方呢 主词跟受词 它是不同的两件事情 不妨我们从例子上来看一看 第一个例子 we need more water and food 我们需要更多的水跟食物 这个水跟食物是在讲我们吗 不是 是两件不同的食物 所以这个就不叫做是主词谱语 这个叫受词 我们需要 需要什么 需要的东西就是这个 这叫几乎动词 它涉及到需要水跟食物 这个就是它涉及到的东西 水跟食物 所以这是名词当受词 我们就是这样分析的 第二个例子 student stop to talk 学生停下来说话 就是stop to talk 另外一个写法 student stop talking 学生停止说话 这个讲话 talking 是跟stop相关联的 主词是学生 动词停下来 停下来干嘛 这就是停下来 牵扯出来的后面的动作 这个叫受词 动作性的 所以用to 不定词to 或者是叫ing 动名词 这个意思很重要 stop to talk 就是停下来去讲话 stop talking 就是停止讲话 不再讲话了 这个要小心 第三个例子 I know 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事情 你知道后面的事情 所以这个know是急误动词 他一定要牵扯 后面一个内容 这样才完整 我知道 知道什么 我就知道后面这个句子 说money time is money 钱 就是时间 时间 就是金钱 这件事情 这个 我是知道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 let time is money 称之为名词子句 当受词 好 现在我们来看题目 主词动词叫受词 这个句型 在作文里面 是用的频率最高的一个 相当相当重要 我们现在不妨从作文 就来了解它的结构 一步一步来 主词 钱 动词 买不到 买不到什么 真正的幸福 就是受词 所以老师都透过 记忆自答的方式 钱是主词 买不到是动词 买不到什么东西 买不到真正的幸福 这就是受词 现在我们把答案 给它完成 钱 money 买不到 cannot buy 真正的幸福 就是 tue 我们用tue tue真实的幸福 happiness ok 这个就是 第一题的翻译 主词 动词 受词的句型 好 再看第二题 我昨晚忘了打电话给他 我们的判断是 主词 我 昨晚是时间 这是额外插入的一个时间片语 动词在 忘了 忘了什么 打电话 这叫受词 打电话给谁 给他 这是片语 所以 这种 判断的一个技巧 我希望 同学能够真正的学到 这就是五大句型的一个判断观念 真的一定要给他学到 主词 我 忘了 因为这是讲昨天晚上 忘了动词三代是 forget forgot forgot 所以我们要用 昨天晚上是用过去式 I forgot 忘了怎样 打电话 打电话是 call 给他 call her 如果你这样子写是不对的 为什么 forgot是动词 call也是动词 所以这个地方 要用不定词to来当受词 所以I是主词 forgot是动词 to call her 这叫是受词 动作性的受词 叫不定词 再把时间写下去吧 昨天晚上 last night 这样就完整了 再看第三题 图词 我 动词喜欢 喜欢什么 受词在这边 听热门音乐 好 很快 一下就判断出来了 我是I 喜欢动词enjoy 听 listen to 听什么音乐 一定要用listen to 热门音乐就pop music 好 那这样子写 也是不对 为什么不对 因为 因为 你这里有两个动词 enjoy是动词 listen to也是动词 所以在文法上 有讲说enjoy后面 要接ing 这是属于 动名词 当秀词的 所以 I 主词 enjoy动词 listen to pop music 牵扯到动作 这个叫动名词 当 受词 不会很难 这个给同学 分析之后 你以后就懂了 中文一看 就知道 是什么句型了 好继续 我们来看下面 第四题 好 这边是 受词 名词 当受词 这边是 不定词 当受词 这是动名词 当受词 对吧 我相信 岁月不带来 我 主词 相信 动词 相信什么 相信这件事情 岁月不带来 这件事情 所以讲一件事情 我们就叫 名词子句 现在就把答案 写下去吧 岁月 英文的写法是 time and tide wait for nomen 这个意思就是说 time 时间 tide 是潮水 wait for 等待 wait for nomen 就是 不等任何人 岁月不带来 所以他的受词 在哪里 受词在这边 这叫 年词子句 当受词 它是一个句子 当受词 好 第五题 很少人是主词 知道是动词 知道什么事情 好 知道 他多么认真读书 知道这件事情 那 这是一个句子 越有主词 越有认真读书 有动词 所以这就是句子了 名词子句 当受词 透过自问自答 就可以了解 这中文是属于什么样的句型 现在我们把答案写下去吧 多么认真 就是how hard 多么认真 就是多么努力 的意思 然后写主词 she 再来写动词 studies OK 好 这个地方 连接词就在这里 how how hard she studies 千万不要再加一个let 很多同学会加一个let how hard she studies 这样就不对了 因为let是连接词 这个how 是连接词 好 要特别留意 how本身就是连接词了 OK 经过这样子的分析之后 这个第三组的基本句型主词 加急动词 加受词 就结束了 老师再编语一下 这个受词可能是名词 或者代名词 或者是动作性的 你要用不定词 或者是动名词 要不然就讲一件事情的 就讲名词子句 要用let子句 或者是wh 还有how子句 使用频率最高的 就是这一组 要特别留意 是 对 然后是 对 哦 对 对 对